内地在有厄瓜多尔进口的白虾包装发现新冠病毒并流入陕西市面 北京亦有进口白虾出售 市民说买的时候会留意产地 至于北京记者陈金布报导 继辽宁、云南等多个省之后 陕西西安一个冷冻副食品批发市场 亦都发现来自厄瓜多尔的南美白虾 部分包装对新冠病毒呈阳性 同一批次的白虾部分已经流入市场 市政府紧急排查 市场暂时停业 我们市场的工作人员也在等待做全面检测 因为全国农贸市场都在做检测 北京这间超市都有进口白虾 主要来自越南和泰国 这款产品列明原产地是厄瓜多尔 但产地就是江苏省 至于由厄瓜多尔进口的白虾 自上个月开始就停售 对于接连有进口食品验出新冠病毒 北京有市民说购买的时候会留意 海关总处发公告 要求厄瓜多尔向内地输入急洞南美白虾的生产企业 按规定展开疫情防控 定期为员工做病毒检测 并要确保原料、加工、包装、储存、运输等全部过程都做足防疫措施 国家卫健委在6月也发布防护指南 特别提到在购买或者制作肉类和水产等食材的时候 避免用手直接搓眼和鼻 也都要煮熟才好吃 另外6月8日发过疫情的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 将会在星期六局部重开 但只会做批发生意不做零售 当局会派人每日到市场做核酸检测 无线电视罪北京记者一层今报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